大家好,今天我们网友互动 网友互动的第一个话题是 这两天有朋友传来一些简讯 说我们前几天为Jason上传的一部 关于2020蔡英文总统大选做票的很多的事实 那部影片传上去以后确实得到了很多的反响 因为我前面讲了 我是因为Jason他的两部视频在台湾被强行下架了 他们辛辛苦苦的做了这么好的一个视频 结果只生存了两天就被台湾政府给杀掉了 所以我接过他的接力棒继续上传这个视频 希望能够分享给全世界 让全世界都知道蔡英文这次这个总统选举 是做票做出来的 那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发了一些简讯 也就是他们在Facebook里边传我们视频的时候呢 遭到了封杀 这个封杀我昨天也和他们讨论了一下 我想知道这个封杀是因为那个群组 他的管理员把视频封杀掉了 还是你们那个地区的Facebook把视频封杀掉了 这两个概念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如果当大家在share视频的时候放到某一个群组里边 如果这个群组的管理员说不允许放这样的视频 那说明这个群组他是有政治倾向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在他的Facebook社群里边封杀了我们的视频 只能说明这个社群的主管或者他的管理员 他是倾向民进党的 只能说明这么一个 但是如果在那个地区就是你一放到Facebook上面 这个就被封杀了 那说明在台湾地区的Facebook可能已经遭到了某人的控制了 这个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 但是至少这个视频在台湾的很多的Facebook群里边都遭到了封杀 这个现象呢 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讨论一下 为什么他们要封杀这支视频呢 为什么之前我们有一些视频放到那个社群里边以后 他们并没有封杀呢 因为这支视频其实揭露的就是2020蔡英文的总统选举做票的事实 我记得在2020这个选举在投票之前也有过一次封杀 也是封杀我们的栏目 那一天我们的栏目我们说中选会要做票 要配合做票 所以有一些台湾的百姓他们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呢 就把这个视频传到了其他的社群里边 第一时间台湾的警察就上门了 就把这个老人家带到了警察局进行了讯化 当时我看到视频里边 当这老人家从警察局出来的时候 他非常愤怒的面对媒体 说他被叫去警察局如何如何 原因就是因为他传递了一个我们所制作的视频 当时我们那个视频里边就是说 中选会要在这次大选中作弊 所以他们第一时间就封杀了我们那个视频 而且所有传这个视频的人就被叫去警察局 台湾叫查水表 那个时候在选前 台湾整个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查水表 全台湾从南到北 只要是传我们这个中选会 要做票的视频的所有的百姓 全部被抓 全部被查水表 当然第二天我就说 为什么他们要抓这些人呢 因为这个视频直接打中了蔡英文的要害 因为他就是要做票 他就是要造假 那时候还没有开票呢 是在开票之前 8号9号10号是在那几天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们那时候也非常的紧张 如果一旦网络上出现了有质疑中选会要做票的事情 第一时间必须杀掉 而且杀掉这个还是有奖金的 所以当时出现了台湾 从台南的警察跑到台北来抓人 台北的警察跑到台南去抓人 就是这样他们大调动 为什么呢 就是谁先发现了我们这个视频 抓到那个人 他就可以立功受奖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视频可能也让一些台湾的警察拿到了不少奖金 我们这个视频呢 也被三立电视台放在新闻上当作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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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进行评论了 很荣幸我们这个小小的视频还能上三立电视台新闻呢 比较一下那次全台湾那么大规模的一个查水表的动作 从南到北从北到南 就是因为那个揭露中选会要做票的那个新闻 打动他们的要害了 而这一次呢 杰森他们做的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直接就把他们作弊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录下来了 一一的展现给全世界了 这个依然是揭露中选会做票的一个视频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又在第一时间封杀这个视频 只让他存活了两天 就被警察叫去了 就下架了 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他们越这么做 他们就在告诉外界这个是真的 他们越说民进党说某某谣言 民进党说这个新闻不实 你一定要反过来听 民进党说的不实的 说的谣言的 全是真的 而民进党说那个是真的 全是假的 比方说民进党说了 有个中共间谍在澳大利亚什么什么什么揭露什么什么 那可全是假的 比如说民进党说了 中共网军来干涉我们 全是假的 是他1450网军自己假扮中共网军骂了两句 所以民进党这个政府跟蔡英文是一模一样的 骗子他永远是骗人的 骗子最怕什么呢 骗子最怕你把他那个盖子揭开 看到他的真相 这个就是骗子的心理 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 你心里想什么 你就说什么 这一点都不担心 一点都不需要去封杀媒体 一点都不需要去堵住别人的嘴 我想的是一 我说的就是一 你可以让任何人听见 你可以让任何人去转 因为我想的就是这个 我说的也是这个 而骗子嘛 他想的是一 他说的是四 结果呢 别人看清了这四不对 想看在那里边的一是一在哪 他永远不会让你看到他是一 他就永远跟你说是四 他就说四是真的 一是假的 这个就是骗子的心理 所以既然是骗子 总统是骗子 整个民进党是骗子 现在整个台湾政府也是骗子 骗子最害怕的就是你知道他的真相 而我们这个栏目 我们这个栏目的宗旨就是 把真相还给人民 公平正义真实 这个是我们的宗旨 我们的栏目的宗旨就是 把那些骗子的外衣给他撕开 把他那个披着羊皮的狼的羊皮 把他扔掉 让别人看清楚 这是一只狼 这不是羊 所以我们办栏目的宗旨 就在这个地方 因此民进党 他越想掩盖他的真相 我们就应该越揭发他 我们这次事情实际上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蔡英文这个总统是坐票做出来的 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台湾这个总统大选 不论是在投票 计票 唱票 在这过程当中 全都是作弊的 全都是造假的 所以我们这个栏目呢 在一些社群里边被封杀了 这个他们就无声的告诉我们 我们说的这个是真相 Jason他们做的这部影片是真相 他们害怕之所以害怕 他才会封杀 如果你不害怕的话 你不会封杀任何的栏目 如果你不害怕的话 你可以让任何人去谈论 让任何人去评论 这是你不害怕 害怕的人 贼 他的心眼非常非常小 他心眼比那个真别还小 他就那么一点点 他想瞒天过海 他想欺骗全世界 他最怕的就是 我们不相信他 他最怕这个了 而且现在蔡英文 最怕把这个造假的事情 向全世界公布 当他向全世界公布的时候 他的大老板 就非常的没有脸面了 为什么 这样的一个造假 前面一直在说 如果得到了民主 国家的认同 那是一种什么现象呢 所以他非常害怕 他一直在封杀 我觉得朋友们 如果你们能够下载这个视频 从多方渠道再次上传 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也许有一天我们栏目被关闭了 你们还要继续的上传 让这部片子一直播下去 要让全世界知道 台湾的总统是做票做出来的 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台湾的民主是假的 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台湾这个政府是撒谎骗人的政府 要让你们的后代都知道 这个政府是撒谎骗人的 前两天有一个朋友来谈论 关于教学的事情 关于教育后代 包括这两天有网友呢 也在网上有留言 就是说年轻的 台湾的年轻人现在指责老人 说你们怎么怎么怎么样 包括我也看到 曾淼洪先生的节目 他说有孩子跟家长说 你们不要看曾淼洪的栏目 有这样的一个传言 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在发生 不止一个 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 是说蔡英文现在在教唆 全体台湾的年轻人 教唆他们什么呢 蔡英文现在在教唆 全体台湾的年轻人 跟着他一起撒谎 跟着他一起骗人 跟着他一起造假 跟着他一起制造仇恨 制造跟谁的仇恨呢 他最拿手的一招 就是制造跟中国大陆的仇恨 一些台湾的年轻人 莫名其妙也没有去过中国大陆 可能都没有离开过台湾 那个小岛 也没来过美国 也没去过英国 也没去过澳大利亚 就从小就生长那个小岛上 到现在让蔡英文一说 那边有个敌人 就恨得一塌咬牙切齿 就知道说两句话 崩溃 胡说八道 崩溃 就会说这两句话 台湾整个就被蔡英文 这个还当过老师的一个什么学者 一个所谓的学者 把整个台湾人下一代 全部都教唆坏了 全部都教唆成一帮井底之蛙 什么都不懂 就知道仇恨 就知道撒谎 就知道骗人 就知道世代对立 世代仇恨 是蔡英文这次玩的最凶的 在这之前 其实柯文哲玩过一下 柯文哲制造了一件世代仇恨 那在蔡英文这次呢 接过了柯文哲的接力棒 继续扩大世代仇恨 让年轻的一代 去仇恨他们的长辈 让年轻的一代 去仇恨这个岛以外的任何人 让年轻的一代 变成了井底之蛙 蔡英文现在把媒体 一言堂了以后 就是在使用渔民政策 渔弄的渔 我就渔弄你 我就不让你听见那个声音 我不让你听见 我不好的声音 我就让你听见一个声音 蔡英文总统万岁 现在他就这么干 对吗 整个台湾一言堂 所有的媒体都对蔡英文 高恭颂德 都哎呀 蔡大总统啊 蔡大博士啊 蔡大博士 蔡大总统真是伟大呀 这个就是渔民政策 什么人用渔民政策呢 他自己不自信 他自己是一个骗子 他不想让周围的人知道他是骗子 所以他愚弄你 可是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你倒退到五十年代 四十年代 你用渔民政策还可以 现在这个年代有网络了 渔民政策最终的结果 是把整个这个社会给愚弄了 而渔民政策最终 他就造成了社会的仇恨和社会的对立 因为你能愚弄的那些人 只有那一小部分人 真正有一天 老百姓他明白了 你再怎么愚弄 愚弄不回去了 这个人只能从无知到有知 他不可能从有知到无知 他要从有知到无知 一他就是故意的 他假的 二一个他真的就是呆了 真的就是中了蔡英文病毒了 说句话来都已经颠三倒四了 说句话来都是 我就是蔡博士 一假博士一个 请支持我蔡博士 这就是中毒了 对吧 中了毒了那没办法 那他从一个明白人变成一个傻子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当老百姓他们明白一个道理了 你再想愚弄他 其实已经愚弄不了了 但是呢 把这个社会道德呢 就严重的引偏了 这个是蔡英文对台湾整个年轻人 最大的一个损害 就是他在教唆现在的所有的年轻人 向他学习 学术造假 骗人 撒谎 这个对台湾的未来没好处 再有呢 我们刚才聊天的时候 还谈了一个轻松的话题 说蔡英文这个1.5的假博士 后来我们说呢 我说蔡英文现在2.5假博士 这个2.5怎么来的呢 昨天我们说民调 民调的话 在我们的网类上 我们放了一个民调 就是你支持罢免蔡英文吗 如果你支持的话 你就点支持 如果你不支持的话 你就点不支持 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 你就点没有意见 对吧 所以我们看了一下 不支持罢免蔡英文的 也就是喜欢蔡英文的 在我们这个网络上 民调当中只占2.5% 所以我们就说出来一个 蔡英文现在的博士呢 是2.5个博士 而原来从1.5变成2.5 那1是什么东西呢 怎么出来呢 我们说这个蔡英文又增加了一个博士 什么博士呢 我们授予他的 我们授予蔡英文一博士 行不行啊 行吧 对吧 我们哥尔嘎的K大学 授予蔡英文病毒学博士 对吗 因为蔡英文放出了病毒 在我们哥尔嘎的K实验室里边配置 我们哥尔嘎的K5D实验室 直接配置了蔡英文病毒 配置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蔡英文病毒呢 放回到网上 这个病毒呢 跑到了英国 东 英国皇室中毒了 英国首相东中毒了 查尔斯王子东中毒了 这个病毒从网上跑到了美国 光 美国中毒了 现在美国大乱 一塌糊涂 什么病毒 蔡英文病毒嘛 因为美国人说了 蔡英文是民主世界的楷模 很好 那我们把楷模病毒就放到了美国 结果现在美国人中毒了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毒厉害啊 这个是在Gorogart K5D实验室里配出来的 谁的功劳呢 当然是蔡英文的功劳了 所以我们就说 但从今天起 我们正式授予蔡英文 第二个博士叫病毒学博士 蔡英文 制造的病毒就叫做蔡英文病毒 这个蔡英文病毒 现在就在网上到处传播呢 走到哪儿 哪儿死 下一步 注意 蔡英文病毒已经去了台湾了 台湾的疫情会越来越不好的 大家要小心 因为蔡英文病毒去了 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 要注意 戴好口罩 每天回家要勤洗手 出入场所 尽量的要回避那些 有可能被感染的地方 比方说医院啊 诊所 人群比较寄居的地方 空间比较小的地方 有一些人可能他没有症状 但是呢 他带有病毒 你不知道 所以这个蔡英文病毒呢 很厉害 一旦中了蔡英文病毒 马上就说话就 girl got the key了 我是是是是 蔡蔡蔡蔡蔡 总统 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我们希望呢 大家要注意防护 要注意每天的 做习时间 要休息好 要吃好 要增加抵抗力 要心情愉快 多看看书 多学习学知识 现在我很多的朋友 他们都在家里 没事就是 终于可以看书了 一本厚厚的书 本来一年都不看 现在开始慢慢慢慢看书了 然后呢 有一些学习的过程 自我修缮 自我完善的过程 挺好的 这样的话呢 等慢慢慢慢 等这个什么时候 谁能研制出来一个解药 把这个蔡英文病毒给他杀死 这样的话 大家生活就可以恢复到正常了 所以现在蔡英文 注意 他已经不是1.5个博士了 蔡英文现在是2.5个博士 我们哥尔嘎的K大学 授予蔡英文第二个博士 第二点五个博士 就是蔡英文病毒学博士 从此诞生 好 今天说的这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shocks如承》 《朝铅》 请出演 《心奏》 继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